改了音响觉得效果不好 要不找个人重新调音吧 这又是来自北京的网友 正版大白菜 在评论区留言的问题 调音真的那么神奇吗 什么情况下调音真的有用呢 我想说的是 这个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汽车音响它是一个系统 我把它分为 器材方案安装和调试的四个部分 器材是第一步 器材的品质 决定了整套音响的声音的品质 对于调音而言 你是没有办法 把100块的喇叭调成200块的声音的 对于声音的平衡度 我们可以去进行调整 但是对于这个器材的音色 这个事情不是调音能够决定的 多少钱的器材 就是多少钱的声音 在选定好器材的那一刻开始 整套系统的天花板就决定下来了 那有没有可能 2万块的系统 声音超过4万块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 比如说你是2万的HiFi系统 它是4万的多声道系统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案配置 如果其他的方面 大家都一样的话 单从主价位的听感来说 4万多的多声道系统 肯定是干不过2万的HiFi系统的 要记住 由于个人的需求千差万别 这个世界上只有当前条件下 最理想的方案 没有最好的方案 但是肯定有错误的方案 以我自己的调音血泪史 为例来说吧 前几天我们业务 接了一台全周来的丰田一泽 车主跟我们说呢 装的是前面三分屏 有一台八路的ARC的DSP供放 带一个炮 很难听 那我上去调音 发现数据怎么都不对 正常来讲呢 三分屏的中音 按照它原车位的安装位置 应该大概是 两三百到四五K之间 这个区间 但是它的中音实际上 大概到两点五K左右以上呢 它就没有来 我说奇怪啊 不应该这样啊 让同事拆开 看看喇叭怎么样 一看不得了 三分屏的中音 装的并不是标准的中音 而是拿了两个 同点声源的喇叭 把中间的高音线剪掉了 当中音来用 同点声源的喇叭呢 它是一个中音 带上一个小小的高音 它的设计用途 是比较适合做中置 以及在丰田的某些车型上面 做原车位的高音来用 这种喇叭的缺点呢 是它的高频延展性不是很好 同时中音部分的效率呢 也低一些 其实是不太适合 直接拿来做 三分屏的中音来用的 那车主当时 把车丢到店里 人就走了 打电话给他了解情况 他说 哎呀 我是忘了说 中音以前烧过 店家帮我换过喇叭 当时我们真的是 一口老血就要吐出来了 这种做法 它的中音上不去 只能到3K不到 高音也下不来 只能勉强靠近4.5K 中间这一大截是缺湿的 这个不是靠调音 能够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换器材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同点声源上的高音 用起来 把缺的这一块补上 接下来我们只有改分屏器 上电容 加上其他原车接线 喇叭安装 等等各种问题 叮叮咚咚 搞到半夜一点多 这是三四年以来 我还是头一次调个音 加班搞得这么晚 一个调音的案子 活生生的被弄成了 音响安装收尾的项目 这种找问题收尾的工作 比装一套新的 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 这儿呢 我也发现另外一个规律 就是如果你接到一台车 发现原车有一个低级错误 如果拆开检查的话 一定有一堆其他的问题 在等到你处理 另外类似这样的案例呢 比如说DSP功放 当DSP来用啊 电瓶匹配它乱来啊等等 数不胜数 方案如果本身有问题 调音这个时候是非常无力的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安装了 也是曾经接过一台车 原来的三分明导摩不是很理想 上仪器一侧 只能够到400多 那这种条件下 你怎么调音 人生都很难上仪表台 关键是它结像也不可能会好 安装这件事情 逻辑其实很简单 音响器材花了十万 那么这些器材的安装 是不是还是按照三千的方法来做的呢 越是贵的系统 安装呢越重要 前面器材方案 安装这三部没有做好 后面调试能做的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调音不是万能的 调音师呢 它也不是魔术师 一套好的音响系统 你需要的 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调音师 你更需要 首先在本地找到一个负责任 有能力 专业的音响改装店 通过他们把前面的三部做好 才能真正的发挥调音的作用 更多器材影响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一个好的问题 远比答案更有价值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见